但是按照我们的发心三机等见 第一种发心就是人天福报 第二种发心是解脱轮回 第三种发心是为诸众生成就佛道 愿意所修诸功德 为力有情愿成佛 发起这样的菩提心来受戒 所以第二不偷道 第三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我想社会也进步 大家欲望也强 因为这些网络电视媒体控制 甚至迷惑的年轻人欲望 结了婚有外遇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你不可能叫一只公狗 看到母狗如如不动 所以这就是环境不好 所以就很多这种问题 那这怎么办 只能靠我们自己学习 包括这些这种全断淫欲 那你能够控制24个钟头 那也可以种家解脱的因 而且慢慢你就会学会控制 而且你会觉得说 这样好快乐 持戒的功德 能够让你心安定 所以持戒以后 那就可以把这个烦恼 压住 也可以慢慢地断除恶业 那你会觉得 没有了淫欲 多快乐 所以得到自在 所以来自第八离非时时 包括吃的欲望 现在的人都是因为吃太多 太油 太咸 太辣 太多 造成了各种的疾病 血管 心脏 各种疾病 那事实上佛陀制定 这个过午不时 让修行人少生病 而且呢 容易入定 而且晚上不吃 没有欲望 所以不但如此 不会干扰别人 更重要的呢 不会让二轨道痛苦 一个人过午不时 那个地方上的二轨道 晚上不会吐火 持戒的功德 站在菩萨道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自己 不但过午不时 晚上还要去做私食 蒙山 帮助众生 所以由是 身口易三叶到清净 成为初四阵阴 世间变化无常 如果你没有正的空性 你就会被这个世间迷惑 来自对它的变化无常痛苦 就像你的身体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会生老病死 这就是变化无常 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夜报差别 有些早病 有些晚病 有些那个痛 有些那个痛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被卡在那边 那初四阵阴 各位 保持持戒 保持六念法 慢慢的控制你的心 就像你打坐 脚会酸 腰会酸 但是你心里不会酸 你心里还在念佛 你心里还在思维 你知道这种痛 没关系 那个痛 痛来痛去 等一下就不痛 慢慢你就超越了 如果你正的空性 那这个身体 就算什么 生老病死得癌症 对你来讲 如来在定中 无有不定死 阿罗汉 身受 心不受 身体虽然在生病 内心里面平静 涅槃 极静 了解这个无常 所以各位 我想 究竟解脱的方法 不是光每天运动 吃药 究竟解脱的方法 是要我们有初世间的智慧 有薄热智慧 能够消除这个我质 身体不是我的 所以他生病是自然的 他是个原生原灭 那所谓叫一切随缘 因为一个生病的人 他能够体悟一切随缘 代表他的心态 有修行 有禅修 那这一点各位要要求自己 不然有时候你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孩子的死亡 不能接受爱人的死亡 不能接受这些 像那天刚删车祸 我们报纸就会报 刚结婚 刚生小孩 小孩才五岁 结果这样 太太离开了 痛苦 先生如何如何 然后就一个死亡的车祸 所以八观灾戒更重要 我们要如何念一下 忏悔业障 慈戒 包括忏悔 就可以消除无量的业障 不然被这个世间的爱情卡住了 那你就会有爱别的苦 求不得苦 甚至怨真会苦 怨真会苦是讨厌的人 如果今天你是个有地位的人 有权力的人 像古时候的皇后 可能想办法就把他给弄死 皇帝丢刀子给他 那就把他杀死了 有权力没有空性了 反而很容易造很大的恶业 但是我们受了八观灾戒 追求空性 慢慢的就可以脱离世间的欲望 哪一天阵入空性 念一下 慈戒 禅定 智慧解脱 所以我们持戒保持六念法 然后慢慢的去看清楚这个真相 所以你受八观灾戒 全段隐喻 慢慢你会觉得欲望是一种痛苦 哪一天我看到男人女人 就像看到一只动物一样 都没有分别 只担心他有没有吃饱 他不要被杀 那多快乐啊 现在我们会有欲望 会有欲望 人看到人 狗看到狗 你看公狗看到母狗 都要去闻人家屁股 人也是这个想法一样 他就有那个欲望 对方会不会喜欢我 我能不能跟对方怎么样 那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你去想 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像公狗看到母狗一样 然后呢当街就要怎么样 人还有点惭愧心 还躲到阴暗处 但是这个世界 强奸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很恐怖啊 所以这个欲望如果没有都快乐 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当你能够调伏你的心 去想清楚的时候就是智慧 所以我不应该有欲望 而且这个欲望是痛苦 所以你能够把欲望认为是痛苦 这个叫一种正知见 以前我们认为 享受欲望是快乐 现在你觉得欲望是痛苦 以前我们认为抽烟是快乐 现在我们就想抽烟干嘛 做烟供就好了 所以以前我们认为吃肉是快乐 现在你会觉得 太残忍了 不慈悲 不但进一步我们还要推广吃素 还要救生命 还要超度这些被杀的亡魂 所以产生解脱之见 不但我们自己解脱 还要想要帮助所有众生解脱 一方面弘扬佛法 希望大家不杀身 二方面推广吃素 再来呢 放生护生 从有形到无形 超度动物 超度亡魂 所以因为我们能够持戒 禅定 而开发了智慧 这个智慧变成我们的正见 正见就产生正行 以前我们色受想行 是这个行 是一个分别的 但现在变成什么 来 普弦行 菩萨行 就是我们的心态变成菩提心的时候 那你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伤害到众生 而且想的是 如何帮助众生离苦成佛 所以以前是感受到 自己的苦跟乐 现在这个受 是感受到众生的苦 如何让众生离苦得乐 没有自己 只有对方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转化 所以出世正因 解脱根本 解脱是对自己 进一步也可以解脱众生 变成菩萨道 这个月 很多菩萨都在 供佛摘身 大超度 七月份 家家户户 每个大厦 公司 都会拜门口 这样呢 他希望土地公欢喜 好兄弟欢喜 他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那可惜呢 方法不见得是正确 但是我们学佛 了解这个意义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 就像 你知道你肚子痛 那你还知道 吃什么药 改变什么食物 那你就可以不用肚子痛 就像医生说 你是高血压 那你从今天开始 保持心境稳定 然后呢 不要吃油 不要吃咸 那就不用吃药了 那医生就问你说 你要一辈子吃药呢 还是说 你改变饮食 就可以改变你的 整个身体 那所以我想 我们心态改变了 行为改变了 命运 也可以改变 所以 受八万载戒 就让我们恢复一个 恢复一个 本来清净的状态 并不是说 又去追求什么 佛性是 所有人都具足的 所以每个人 心中都具足 界定会的 所以每个人心中 本来都有 佛性 菩提心的 就像 你生了你的儿子 你就自然 对他生起一个责任 愿他离苦得乐 愿这个小孩子 有一个最圆满的成就 自然的 只是我们被分别心 卡住了 这个不是我小孩 那个是别人小孩 等等等等 这个对我好 那个对我不好 而产生了分别 所以有一个重点 贪嗔痴 不是我们本来具足了 贪嗔痴 是因为被这个外境 影响而起心动念 但你的内心里面 本来就没有称会 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 这个观念很重要 就像 这个墙壁 这个佛像 它本来就存在 是我们对它有分别心 你终于不会去拜条啊 你会去拜佛像 因为你认为 那个才是佛像 事实上条啊跟佛像 我跟你说 这支条啊 比这个佛像还贵 你要不要去拜它 不然这支条啊 放掉了 只是在元启法上面 它做成条啊 它做成佛像 那是我们有分别心 但是我们 我们的本体里面 本来就是清净了 没有分别的 本来充满了爱的 只是我们现在 久了 防人之心 不可无 我们会去想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坏人 尤其在做生理啊 今天用骗子啊 请回家 怕去贪污啊 嫁人 怕嫁人就嫁人啊 嫁人就嫁人啊 你有什么业障 你业障那么重 你怎么用心机都没用啦 你选来的就是要来让你痛苦的那个啦 所以你如果你懂得佛法 而不是去防外戒 你懂得佛法是要改变你的心态 心态改变了 业障消除了 你连走路也去踏着一个好翁 踏着一个好翁 青菜生一样生一样 金甘惊 你用心心机算时间 四管阴耳 几点几分 生出来 败家子啊 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 世间人不了解 就是从外向去追求 看风水 排时间 他不知道佛陀讲 万法唯心照啊 你的心有分别心 贪嗔痴 那你就去拉到烦恼来了 你的心是按照你本来存在的 慈悲心善良 谁不喜欢慈悲心 谁不喜欢善良 原来我们都是喜欢善良 慈悲清静的 每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我去监狱以后 我就对佛法更有信心 我说你去那边 那边人怎么坏怎么坏 包括里面的客栈 我说小心啊 叔叔 你今天要去那班 那叫做母鬼班 太郎棒会胸杆 这样 这么特别要叫你去 你爱死你啊 但是我一进去 我就看到我当兵最好的朋友 那是我的兄弟 他对我最好 那是他喜欢吸毒 没钱就拿爸爸的枪去抢劫 爸爸是将军 他人很好啊 他只是因为被毒品卡住了 所以我就慢慢去以后 我发觉 这里面的人都是好人 只是他在某一个状态 他就会变成强奸犯 在某一个状态 他变成杀人犯 这样而已 他并不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坏的 大部分的时间是好的 所以你用好心对待他 他就一直用好心对待你 然后他就习惯了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每天守八弯 在这边保持慈悲心 你会不会变成好人 就会放下土刀立地成 后来我就了解了 讲再多的道理 没有用 感动他 那你要感动他 你必须自己先做好 我要进去之前我就发愿 我深深事事断除男女淫欲 然后我就可以去帮助他们强奸犯 我深深事事断除杀身称慧 那我就可以去帮助 他们看到我就不会怕我 而且你就可以去改变他 所以到里面去反而让我更进步 然后我更进步呢 那他们越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师父你又来了 你要常常来 因为他把你当做朋友了 然后你就可以感化他 那为了要感化他 那几天都不要生气 因为各位你要面对越复杂的事情 你要越精进 所以今天各位发个愿 不要再生气好不好 因为这个贪遭水 春遭火 鱼吃遭大风 会下大雨 那如果我们心改变了 心改变的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医生说你要开刀 医生说你快完蛋了 那你说好 医生那我守七天八晚再接 医生那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七天八晚再接就可以改变 我才再来检查 医生感觉 怎么不用开刀 这是什么方式 我们的医生比你厉害 堵上一个 佛陀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他早就把这药开好了 服不服看你自己 改变命运的方法 那守八晚再接的十二条功德 念一下这十二个功德 愿我们大家守八晚再接 得到这个功德 回想给爸爸妈妈 以持戒的功德 让县世父母 各位 七月份